全台放假一天 夹娃娃鸡店正夹得入果朝天 但民众来这里可不止为了消磨时间 山土耳来袭 全台各大卖场食材都被抢购一空 买不到肉类怎么办 现在用这一台就能夹得到 又有一个 轻轻松松只花150就夹到5个玩偶 而下一步就是到柜台兑换 要换什么肉 两包猪 两包羊 一包牛 按照游戏规则 一个玩偶就能兑换一盒肉片 惊人的是我们打开店家冰柜 不止高级肉品 海鲜也有多种选择 而且只要两个玩偶就能兑换白虾 三个有带骨牛小排 四个就能把鲑鱼带回家 但有那么好夹吗 换小朋友来挑战看看 用爸爸给的100元 入手三盒肉片 对比保夹费150 民众直呼CP值超高 100块夹到三个肉 这样算大丰收吗 帅 你想要吃货货货货 蛮高的 150有五盒肉 这外面买应该要两三百吧 应该 正是因为人人有份 店家透露每逢台风 就得提前跟供应商交货 被货量比平日多出两到三成 而肉机推出近一年 为了保鲜 采取一周多次少量交货 不只替食安做好把关 甚至食材种类 还会因应市场需求推陈出新 像西瓜布丁 羊肉多那些很多啊 有 我也有换过什么 羊肉炉之类的 从生鲜食材到真空包 业者发挥创意 就是要让民众夹不腻 也抢一波台风商机 新立新闻由家伟蒸肉与 新北采访报导 文毒丁 优优独播 fat